我想大家應該就是會一邊吃著火鍋 然後一邊聽著歌 然後就被麻肥給結了嘛 那大家記得吃火鍋的時候要小心啦 要注意安全 不要被燙到 也不要被麻肥給結了 歡迎來到ShotGangNews 時間過得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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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 突然就已經到了6月 我們來看看6月上旬 有哪些有趣的節目 跟哪些新歌發表呢 首先呢 2063年6月1號 禮拜四 晚上8點鐘 在熱悠悠之口光復南 有我們潛提小暖流這樣的活動 對 那潛提一直都是在台灣 非常非常活躍 一直會不斷的舉拜他們的 演出的一個樂團 我很羨慕他們 可以不斷的在台灣演出 真的蠻羨慕的 對啊 上旬也覺得自己都很少辦表演 希望就是各位觀眾可以 呼籲上旬也覺得多辦表演 謝謝各位 下一個活動 烏流跟笑情 哇 這是烏術 時間呢 是6月2號的禮拜五 晚上7點鐘 地點呢 是在我們的女巫店 烏流跟笑情 喔 這個組合很有趣喔 烏流是一個以台語為創作基底的團嘛 然後他們的配器其實是 不知道我這樣講對不對 比較Slow Music的配器編制 那笑情是由我們那個 位於桃園啊 客家族群裡面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年輕吉他手 天才型吉他手叫做邱羹 對 然後他自己的一個project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電子音樂project 然後 拭目以待 哇 再來這個活動可大囉 6月3號禮拜六 演出時間是中午12點 開始地點在桃園陽光劇場 哇靠 這是重點 重新雲集啊 喔 我看到我們這邊列出了什麼 9M88啊 阿夫啊 國語作業部的賴皮啊 Crispy啊 翠樂團 喂 你這樣列 你把這些東西擺在前面 你就太沒有Respect了 這個活動的Headliner應該是 Astabberg 對 就是 SF Rocky的好朋友 Astabberg 然後還有來自我們那個 Big Band的 Taiya 我覺得這個主辦單位真的很感情 對 So Wonderful Festival 對 那票價也不便宜 那其實不只有我剛剛講的這些Line Up 已經是國際級的 等級的音樂季了 負擔任期的朋友 就好好去享受一下吧 接下來下一個活動 6月3號禮拜六 哇 同個時間壯場 但是地點呢是在台中飛翔 所以規模它很多 沒關係 這個活動叫做淤泥 那演出者有黃花飛我 跟我們好朋友倒會的十部俄語 台中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沒有錢去桃園 看剛剛那個超級大的秀 你可以選擇去那個迴響 看一下這個演出 哦 應該會不錯 再來呢 也是同一個週末 哦 這個活動已經收到 而且這真的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詹季嘛 火鍋大戰開場 詹季本來就是一個 很難訂得到位子 本來就是一個 一票難求的火鍋店 然後他在這邊 拜他們的音樂金 那想當然而 票一定非常非常快 就被搶光了 演出陣容有原子邦尼啊 DSDS啊 海豚刑警啊 林年啊 對啊 那紙 對啊 那個位子又不多 這紙怎麼可能不收到呢 我想大家應該 就是會一邊吃著火鍋 然後一邊聽著歌 然後就被馬匪給結了嘛 那大家記得吃火鍋的時候 要小心啦 要注意安全 不要被燙到 也不要被馬匪給結了 下一個東西跟馬匪有點關係哦 馬馬銀河記 誒 這是什麼東西 地點在厚里馬場 誒 現在真的是 各樣的產業好像都無所不用其極 想要招攬客人 就邀請樂團來演出 然後就說這是一個音樂季 就讓我想起以前 我在做那個B4逃脫遊戲的時候 當年那個熱潮也是 不管什麼雞八毛 怎麼樣的店要開幕 都要來搞一個人家逃脫遊戲 對 那就跟現在的那個 獨立樂團熱潮是很接近的 它時間非常多 它一共有四個週末哦 演出之後有 修拉伯啊 Rio帕 Rio帕是一個DJ GOTA 然後還有Side Dog Bisco 龍邦 等等啦 它其實還沒有公佈完 對啊 哇 它叫什麼 DJ Swallow DJ Swallow 大家知道是誰嗎 它是以前 如果你有看過那個 我愛黑社會的話 它是裡面的 它是以前的一個黑社會妹妹 好像叫妖嬌 欸 妹妹說 欸 真的 它叫妖嬌 我以前覺得 喔 這個門很辣 這樣 抬抬得很辣 我覺得讚 想必就是 這個馬場 在經營上面真的是 非常非常用力 非常非常用心 就希望就是大家 可以在六月的每一個週末 都前往厚禮馬場 對 Holy shit MOTHERFUCK 喔 我真的發現六月的秀 好像很少耶 六月Pipe的樂團活動也非常少 因為都被學生活動 一下子就搶光 大家都搶在這邊 一直要拜他們的稱霸 那我問不 先搶先以後 就只好把那個 空間全部給他們 對 不過沒關係 沒有什麼樂團活動在Live House 也是好事 讓Live House少賠點錢 就讓這些樂團 都去音樂器表演吧 接下來就來到了 我們新歌的環節 欸 活動不多 可是新歌倒是蠻多的喔 好 首先來報一下 不知道你看了沒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這個Netflix的台劇 人選之人 照浪者 Netflix現在那個功能嘛 就是我都一直跳轉 一直跳轉 然後我就看得很順 我完全沒有聽片尾曲 我是整部影集看完之後 才發現 原來他們有歌片尾曲 然後片尾曲是 陳賢靜跟Leo 烈王唱的 來 得意的一天 台劇要拍成功 那拍得好看順暢 真的不容易 這部片真的推薦大家去看 搭配了這樣的一部 優質的台劇 那這首歌做得也不差 兩段歌詞其實是搖合著 劇情的兩條線 搭配得滿好的 所以他點閱率很高 所以其實完全 其實也根本不用我們推薦 對 這樣我還是要好好的 讚賞他們一番 對 這樣我還是要好好的 下一個 哇 這首歌重要了 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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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台灣最重要的一首歌曲 這一支MV吧 對 因為這來自本人的樂團 傷心欲絕 月光灑落的地方 一開始我們在做這首歌 在編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想像 他聽起來會這麼遠 應該說我們原本的想像 其實他是輕鬆隨便做一首 簡單的歌曲 但是後來進了錄音室之後 發現那個合成器一飆出來 那個感覺真的聽起來不錯 感覺滿有機會就是 被更多人喜歡的 於是我們就選擇這首歌 來拍了一支MV 我自己的感覺就有點像 台北流浪指南的續集 很多人都這麼說 我自己也這樣感覺 對 因為其實 我們的導演啊 製片好像都是同樣的人 這樣的結果很正常 現在點閱率也不錯 滿開心的 下一支 我們的好朋友 滅活氣 滅活氣也發了他們的 新MV這首歌叫做 新歌六號 新歌六號的MV也拍得很有趣 就是他們好像是在 一個樣品物裡面 看著自己 然後再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idea好像 前幾年我很喜歡的一部恐怖片 叫做宿願 對 宿願裡面 其實有一直在使用 樣林屋來做一些表達 那對 滅活氣也使用了 類似的方式 不過他們的歌是比較輕鬆 比較熱血 然後也要像是在講自己 玩樂團的心路歷程 對 我覺得很不錯 玩樂團真的很棒 好聽 好聽 舒服 而且 有一個很輕鬆的魅力在那裡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好聽 接下來是 我是機車少女 對 他們也出了新的MV之後 叫做 Moonlight與月光 這首歌 我是跳著聽了一下下 我覺得這 這應該是我 聽過他們 最刺激的一首歌吧 就不管在那個 歌唱的flow上面 還有那個聲響表現上的動態 都非常的 有氣圖性 對 我等一下好好品味一下 我還沒聽完 對 但拍攝時間有限 美秀集團 美秀集團也出了新MV 這個是第四次MV人界大戰 大家都在狂發MV是怎麼樣 美秀集團的群像 群像呢有點像是之前 他們流量炸料的那首歌 戀人的MV的續集吧 畢竟挺需要同一個 我想大概就是在說 就是他在從那個 燈紅酒綠的台北裡面 沉淪墮落的故事吧 因為我記得之前跟劉秀集聊 他就是說 這是一個三部曲 可能之後還會有 怎樣的發行 我也不是很確定 我不能幫他說話 這個美秀集團出品 絕對是品質保證 也絕對是流量保證 我就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Pisco他發新歌了 最害怕的是 有一天會不見 這首歌呢 我還蠻喜歡他這首歌的旋律 我覺得就是 比起他們之前的歌曲 好像有一些旋律上的突破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而且我發現更有趣的是 他的製作人 叫做賴世凱 他是以前波活的輩子 然後同時他也是那個 魔幻力量的凱凱 天上兩斑火 黑夜中 接下來呢 最近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當然有一件事真的太有趣了 我一開始聽到我真的是 欣喜若狂啊 太開心了 我那天就是滑手機 滑到 新北市的那個 共聊海洋音樂祭 宣布要永久成本 我真的覺得太開心了 我已經受夠這個音樂祭很久 因為我就覺得 可能我本身不喜歡 比賽這件事 對 我就覺得去拿個海洋大賞 是一件很沒有意義的事情 至少可能 對於以前的樂團來說 那個是他們唯一可以 在路頭角的地方 一次去參加這樣的比賽 對 可是現在有這麼多 管道路出的環境底下 似乎去比這些東西 就沒有那麼重要 對好像也得不到什麼 不如把心意放在 好好的經營自己的作品 經營自己的社群等等 可能還更有機會 被人家看到 所以我聽到 又要少了一個政府 標愛型音樂節 我真的太開心了 耶 不過在很多音樂界的朋友 大力的抱怨之下 大家說 哦還好海洋音樂器 海洋音樂器 埋載了我們很多的會議 海洋音樂器 第二天就跌到谷底 還好啦 我也沒有那麼在乎這件事 不然我明年也 隨便寫幾首歌 抱一下好了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入文 應該蠻好玩的 接下來其實最近真的很流行這種東西 就是AI 像我前幾天我同事寫文案 都跑去問那個ChairGPT 然後有些人要做主都直接就是 就到網路上給AI做主 現在連唱歌都可以請AI幫忙唱 對 有人就自己用AI去做出了 假照 我直接用假照 假照隨言之的聲音 那這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不要把殘缺的愛入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這樣的科技發展之後 會造成怎樣的問題 就找給後續的法律跟倫理學來討論吧 OK 一年一下就過了一半 聽說今年的下半年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非常非常多的演出在進行 大家請好好把錢存好 準備好好搶票吧 可能各大樂團都有他們自己的大動作 以上就是本週的小陽光News 再見囉 掰掰 各位朋友 假如你們喜歡我們本週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分享給你爸爸 媽媽 還有弟弟妹妹喔 而且不要忘記了 那個我們螢幕上面 右下角有個小鈴鐺 不要忘記開啟它 這樣你就可以 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See you